蔡英議員好 蔡英議員你好 那個主委 這個 退府制度 要做修正 然後要把這個服役四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 把它列為 榮民的退府照顧 對不對 對 政策已經決定了嗎 我們已經決定了 這個 這個難道又是一個 選前的大力多 這個不是很早以前 我們就在研究的 你已經擴及到 已經退府的 這個不是未來募兵制的誘因 這個是年已經退府的 那些四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 志願役的那些 退府榮民 這個在選前宣布 而且要立即實行 這個就是選前大力多 而且整個制度 有經過討論嗎 有經過委員會這些委員的激盪嗎 都還沒有啊 那你們就把它宣布 然後把它定調也是 未來前募兵制的誘因 不是耶 你年已經退休 退役的你全部納入耶 一年要增加十幾億耶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我們 我們真正退屋以後 我跟委員報告 我沒有宣布實施的日期 我只是說我們已經 研究規劃出來這個案 這個就是 還要政策買票了 你看 這個還沒有 還沒有決定合下來啊 蛤 你都說已經決定了 政策已經決定了 沒有沒有 委員問我說 我們作業的模式是什麼 我並沒有全部都講啊 我只是講說 方式 我們才有這個方式作業 你看 金會都還不知道在哪裡 十幾億要從哪裡支出啊 是公務預算嗎 還是你要從融券 跟農民基金裡面去提播 還是要從 預備金還是怎麼樣 這個就是選錢啊 再一次 宣布的利益多 我們不要把他這些政治化 真的沒有這個意義存在 我們沒有這個考量 你要把四年以上 去享受退府優惠 我沒有反對啦 問題是你宣布的時機 跟你把已退役的納入 新制的優惠 這個就會讓人聯想到 選機稿了啦 大概又是 選舉政策上的買票 讓整個政策 的考量非常不完備 而且預算從哪裡來 你也沒有講清楚 對不對 然後你看 這個 榮民救養基金也要增加六百塊嘛 不是嗎 對 7月1號就要實施了啊 對 定案了嗎 定案了 對啊你看 選權的利多嘛 不是嗎 這是我們榮民伯伯90幾年 我知道啦 這六百塊錢對他們來講 對我們來說 差別意義非常的大 我知道啦 那個齁 那個 這個勞工的 基本工資 3%都還沒有調漲 講是說要調漲 都還沒有調漲 去年已經都調過了 對啦 我是說這個全募兵制齁 你如果要把四年以上 這些 退役的 士官兵把它列為榮民 我們也不會反對 真的不會反對 問題是 整個政策 幾乎 都還沒有經過討論 預算也沒有在 也沒有呈現 然後就要增加十幾億的支出 而且要塑及既往 這個難道不是一種政策上 難道一種選舉的考量的買票政策嗎 報委員 我不知道您這個資訊是從哪裡來的 資訊就在這裡啊 今天報紙那麼大 燈那麼大 你沒有看到嗎 我們沒有公佈這個東西 我們沒有公佈這個資訊 你還沒有看報紙嗎 今天報紙那麼大 你沒有看嗎 蛤 還在投版耶 你沒有看嗎 整個政策非常草率 我認為是很草率 現在政策都還沒有通過 還沒有通過 已經都講得很清楚了 金會不是問題 一定會實施 那麼財演從哪裡來 人家也在擔心說 這樣的募兵的預算都還沒有找到 然後你就一直加碼一直加碼 那是不是因為是選權的考量呢 是不是啊 那讓人家懷疑嘛 你的制度如果要周全 制度如果要完備 你應該經過很多的討論 然後也要送到立法院來 那你如果說都還沒有通過 你看報紙都燈那麼大了 還沒有通過 報委員 這個字 他這個報紙從哪裡來的消息我不知道 而且我問你 你也承認說已經規劃好了 已經送到院去 我們是在審查當中啊 還沒有核准啊 是不是搜集巨網 有沒有搜集巨網 這個我暫時我都不講 我沒講 他那個報紙都燈出來了 你還不講 那是報紙現在在說的啊 蛤 那是報紙說的啊 這個報紙講的齁 報紙說的不見得全對啊 這個一定是你們內部的資料給他們 他們才會知道嘛 要分成兩類似其次對不對 對這很早就講了 那就對啦 兩類似其他就講了 政策都已經透明了 人家媒體都已經寫出來了 為什麼只有那一家媒體有其他媒體都沒有 那就是獨家啦 不是獨家嘛 那這個講的就有問題嘛 你不要拿個 不是事實的事情 你一直在問我 我就沒辦法講 那我現在問你是不是兩類似其次 兩類似其次 這我老早宣布過了 講過的 那是不是要增加十幾億啊 我沒講增加十幾億啊 誰講的 那以退休 以退伍者會不會納入 這個我現在我都不講 好啦 我只是告訴你 這個難道又是一個選前的大利多 只有選舉的時候齁 那就是那一家報紙它非要這樣寫 那有什麼辦法呢 我又不能不要這樣寫 我是勉勵你說 你整個政策要形成 應該要經過更多的討論 沒有錯 要到委員會裡面來報告 沒有錯 要聽一聽民意 聽一聽立法委員的意見 沒有錯 這樣的政策才會完善 才會周全 那 你看 因為選舉要到了 一直在加碼 整個政府的財庫啊 一直在掏空 一直在加碼 那你如果有計劃性的 我不反對 真的不反對啦 去當四年兵還不到十年 我們多給他一些退府照顧 也是應該的啊 問題是 你這樣的制度的設計 有沒有經過討論 有沒有經過裁員的考量什麼 你都沒有啊 不過看不出來啊 這個案子是委託外面學者 已經做了兩年的研究的結果 以後再把它綜合所定出來一個案子 好 我在立場告訴你一個案子 這個齁 我手上有一個案子 這個是 因公殉職的 這些退役的士官兵 你知道他們現在的利息 他們的這個優存利息多少 你知道嗎 你們齁 這個海 陸海空退役 保險 優惠儲蓄辦法裡面齁 是18% 規定是18% 對不對 就84 就是18% 這是84年以前的 以後的通通沒有 對 就18% 以後都沒有了 就84年以前的 你知道嗎 這些因公殉職的 這些將士們 你知道他現在的優存利率多少%嗎 你知道嗎 我不曉得 你會曉得齁 跟盯著中央銀 盯著台灣銀行的定存利率 加百分之五十啊 就盯著台灣銀行的定期利率齁 加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說現在一趴多齁 現在中央銀行的 台灣銀行的定期利率是一趴六的話 他加百分之五十 就變成兩趴四 就變成兩趟 就這麼大了 都沒請到 那些人 不停 有什麼 我們會再說 因為 我們會再說 這趟 就算 呢 我們會再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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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